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经》 李宗盛 我这个眼镜有毛病 脚面就是受业障 右面是放腐爆 你们看一眼是对的 你們中國就說 看一眼就是這樣 他知道桌面不要看 以後我把它做起來 你們不是說 看一眼就行了嗎? 好 念詩給你們聽 這餅乾糖果不要看 我還不知道給誰 任何的都好 任何的都好 如果看那個 比較不那麼長 哇 這個太長了 當那個多絕了 這個比較適合我們剛講的題目 這個是叫 常念上帝或是佛的名字 常念佛號 我們佛教就這樣說 天主教就說 常想到主的名字 要不要你英文或是說 我們不要了 要不要 天主教就說 常念佛號 天主教就說 常念佛號 天主教就說 常念佛號 這段他意思是說 在任何的情況 不論我們有問題的時候 意思是說 他在那個有問題的情況 或是有那個痛苦的情況 當然一個久到前信的人 他會馬上記得那個上帝的名字 意思是說佛號 好 那我隨便有的時候講佛 有的時候講上帝這樣 他們兩個不會吵架 那個他們認為佛跟上帝不一樣 那些人不會吵架的意思 好 他說那個久到的人 一定會想到上帝的名字 然後第二句就說 不過只有聖人 意思是說 大修行者 善知事 他們即使在很快樂的時間 也會記得上帝 也會記得佛的名字 如果每個人跟那種大善知事 一樣這樣這麼做的話 他們永久不會看到痛苦 不會知道那個痛苦 下來就是 對那種徒弟 我們可以說 不管是痛苦或是快樂 那兩個不會影響他 他最斷念是說 平常的人 即使那個修行的人 所謂的修行人 也會記得上帝在他 很需要的時候 很痛苦的時候而已 那個在他很快樂的時候 他不會記得了 他忙得享受 他忙得被世界那個幫助 在他們那個所謂的那種愉快的那種情光 他就不會在那邊記得上帝了 我們是不是有時候痛苦的時候 在在那邊禱告了要死啊? 我們是不是有時候痛苦的時候 在在那邊禱告了要死啊? 就來不及了 我們如果這樣酸修行的人的話 也是差不多跟那個外面的人做生意的人一樣嘛 是不是? 為了要賺錢而已 需要錢才去賺 不過有一些做生意好的人 他們不是等他們需要的時候才賺錢 是嗎? 時時都努力 用功 那個才是好 可是我們世界的人 有病的時候才去看醫生 是不是? 那太普遍了一點 他一直說 我們修行的人 應該更突破 時時都記得上帝的名字 那這樣子我們 實時就在那個 上帝的恩典裡面 在佛的家實力裡面 然後我們永久不會 有那個世界的所謂的那種痛苦或是快樂 影響我們的精神 讓我們混淆 讓我們動搖 讓我們痛苦 他繼續講下去 Women balance water jars to and from the well I have a problem here You come up quick Is it glide or glit? Glide They glide alone so gracefully and a story they tell Toward whom they joke and laugh all the way Not a drop is lost Their attention doesn't stray Likewise the Lord's name one should remember true Not forgetting a moment day and night through I think I have no more problem I think just wait I think it's all right Frantically right frantically Okay, I think I don't have any more problem Thank you You can listen to your translation I like your head, by the way 他意思是說 這個印度的人嘛 印度的人或是也許我們中國古代也有 有一些女人啊 她們用那個小小 以前只有那種 泥巴弄出來的那個壺 就放水在裡面 一個水瓶 就用泥巴弄出來那個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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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水瓶 然後她們就放在頭上面 然後她們就放在頭上面 滿滿水的 然後她們這樣走路 然後她們這樣走路 一邊走一邊聊天 一邊聊天 一邊聊天 不過一滴也不會 怎麼樣 掉下來 怎麼樣 掉下來 因為她們那個做習慣 因為她們做習慣 他们会知道怎么会 平衡自己的身体 平衡自己的脚步 所以一点点都不会影响 他们即使讲话 走路、做什么动作 不会影响到那个水瓶在上面 即使他一边走 走路得很漂亮、很诱雅 又讲话得很多 那个水瓶不会掉下来 连一滴水也不会掉下去 所以他说 同样我们修行的人 日月要记得上帝的名号 那上帝的名号 师父已经告诉你们了 有没有忘记告诉? 没有 你们忘记听 记得吗? 他意思说 那个 那个我们有印心的时候 有法脉、有力量传下去 那个上帝的名号 我们要记得 不然的话外面的人他们也说 他们也知道佛号、上帝的名号 就他们念没有力量 是不是?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徒弟也是叫他们 念他们自己的 上帝的名号 或是阿弥陀佛 还是也有力量 因为我们有力量 听懂吗? 我们跟佛菩萨沟通 所以让他接一接就有电了 即使没有电的话 你接半年了 他一百年也没电了 是不是? 那个电线没有 跟电源沟通的话 我们不管买多大的电线来接 或是多大的一个灯泡 它亮不出来 是不是? 那个重要就是电源 同样有一种无形的电源 跟上帝和佛菩萨沟通 跟上帝和佛菩萨沟通 我们既然都有了 先什么都准备好 就没有怎么样? 没把他接上去的话 那我们用不到而已 并非我们没有 所以师父就是帮你们接那个电线 跟电源沟通就行了 所以我们同修 就跟那个大电源沟通 所以他就去接 有时候也有 随便乱接 不内行 随便乱接 然后在那边叫师父 要命 师父啦 你接了 然后还是接得通 接得上去 所以我们看这种诗 我们就才了解 如果不修观音法门 比较难了解 像上一诗好几诗 师父念里面的诗 他讲那个声音 是不是跟内在声音沟通以后 我们才开悟才快乐 那个声音是最大的力量 连国王如果听到那个 也会把王位退给别人这样 而是居居山林里面修行的 如果外面的人 没有修行观音法门 他不知道他讲那个声音是什么 什么那么伟大的力量 连国王也不想治国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同修修行完以后 好像就不想再做圣医了 是不是? 我是不想再证明夺利了 不过既然我们已经做了 就我们责任要付好而已 是不是? 我们没有像以前那种 你死我活那种精神 去做圣医 是不是? 现在还做一样 就比以前还要好 又跟精神 因为我们以前太集中精神 在那种争夺里面了 所以我们盲目了 不够聪明 一个人他越紧张 他越挣扎 是不是? 越争夺 他越做不好 是不是这样子? 任何工作都一样 那反而现在我们不想做了 随便做就好了 又做得好 这个逻辑很简单 很简单 因为我们心放松 是吗? 我们精神不这么争夺 所以忽然间我们那个自然的聪明 智慧 他会跑出来 我们越轻松越做越好 是不是? 嗯